红色公车站牌有传统的公车资讯旋转牌 上面还有资讯显示幕 到站时间 室外温度 甚至连活动资讯都有 最特别的是显示幕 是一张电子纸 就是最新的太阳能公车站牌 电子纸它本身的特性就是它比较薄 然后它省电 叫一般的接电的话 大概十分之一以下 新北市府考量到偏远地区不容易接电 因此跟中华电信合作 设计出这一座太阳能公车站牌 可以节能减碳 一座成本十万元以内 实作的工程也不复杂 它不用经过申请 试电去挖马路接配电线 所以它可以设的时间 需要花的时间相当短 使用太阳能公车站牌 可以解决偏远地区接电的问题 新北市府计划第一站 设在山支石门洞 第二站将会设在石电 杨广新闻总和报道